好 杨迪 你要听你的吗 大佐抱各种当红女明星的大腿 什么杨幂啊 高圆圆啊 柳颜 怎么也没见你红呢 还一辈子点了两个赞 有一个赞应该是我们导演给点的吧 因为这个是自己点的 才会点到这种红色 哈哈哈哈哈哈 导演走到黑 怎么办 这样说你 我觉得我跟他们生的是朋友 在朋友圈会发你们搂搂抱抱的照片吗 不会 影射谁啊 我没有 哈哈哈 我不会发搂搂抱抱的照片 以及我不会就是 就是讲别人跟我讲的一些 就是我们私立下回聊的事情 那是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事 你是在影射谁吗 没有啊 因为我是没有 因为我是觉得朋友这个事情 难道难道如果我那样做 别人不会把我淘汰吗 其实我是抱着心理压力的 我我我真想问一个问题 嗯 就在节目当中不断就是 抱各种明星八卦这事你们是怎么看的 但是你要不抱又说你没内容 难道不用先问你你是怎么看的 你们抱的还小吗 哈哈哈 怎么还好意思问我们呢 每次最生最生榜又是你 你们抱的挺多的 你们好多啊 我们可没抱我们 我们是就但是最起码在炒作的时候 每次那个标题党的时候 你们挺多的 这可真不是我们的语言 啊真不是 嗯就真的不是不是说我们情人 说他们说他说他啊 没有没有没有你真认可吧 那个那个那个是 其实上是被宣传的那个媒体平台 他们故意别人害你们 对嗯 咱们节目也不也被害过吗 害你们那么多害人那么多心 哈哈哈 毒辣的人害你 哎听我讲完我的我的真心话 我就觉得 如果爆料只是给我带来一个好处 给别人消费别人 其实别人带来消费别人的话 带来麻烦的话 那我就犯不着 是